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让我们请出新郎新娘最幸福的一对 没错 我们看到新郎新娘真是情意绵绵 新郎 此时你可以亲吻你的新娘了 罗爷 你敢 做戏当然要做全了 这就是我悲催的婚礼 万万没想到 我居然会嫁给这么一个腐黑男 故事还要从三天前说起 记得当时我还在写小说 内衣赠送活动 正有令男杀人事件活动专缺 本活动最终解释权 归宋氏里人集团所有 这是什么呀 爸 你可真行啊 用这招把我给逼回来 我不逼你行吗 你心里还有我这个爸爸吗 爸 我是真的不想继承你的内衣公司 你上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写小说 这是又辛苦又不赚钱 这都几年了 你说你写的那些小说有用吗 这不是用金钱可以衡量的 文字是有温度的 每个人都有孤独的时候 它可以温暖每一个孤独的人 挺高尚啊 大冬天的不穿衣服读小说 能温暖吗 我看不如穿个那遗滚 可是我能从写作当中感受到快乐呀 终有一天 我会将这份快乐传递给我的读者 这是我的梦想 就你那几个读者能养活你吗 整天摘在家里写小说 小说也没火 对象没找到 头发没少掉 这次回来就别走了 看那个继承的事办一下 爸 你是会有的 小说也会火的 你再多等个两年 你想都别想 你大学毕业的时候 我们两个白纸黑字句 立下字句的 那咱们今天就立下字句了 三年为期 三年之内 我将带着火遍大江南北的作品 和帅女婿容归故障 否则 我就回家继承家业 好 那我就等你三年 当初不是闹着玩的吗 您干嘛要当真吗 别跟我找一话题啊 现在距离三年之约 还剩三十六小时 我是真的不想继承你的内衣公司 更不可能放弃我的小说 再说了 我早就有男朋友了 我们正打算结婚来着 那好啊 爸也不是不讲理 你给我找一个让我满意的女婿 这才行 否则的话 时间一到 协议生效 到时候股份转到你的名下 你想不进城 那倒不好是 三十六个小时 我上哪儿 倒计时开始 爸 你怎么能这样啊 最近 陶然市著名企业家陆博言 可谓是风头正盛 短短几年时间 投资了多家新兴企业大获成功 还凭借冷服的外形 在网络上赢得了大批粉丝 素有国民老公之称 不仅如此 他旗下的陆式传媒 最早签约的明星韩若曦 也在她的加持下 躋身一线明星的行列 两人在事业上默契扶持 据传 两人早已情投意合 陆总 唐燃文学网的社长已经约好了 我们的资金还没到位 你是想先签订一项协议吗 果然没白跟我这么巧 陆总 您请坐 我是陈旋旋 咱们陶燃文学网的作者 也是社长的助理 社长什么时候到呢 社长说请二位稍等一下 他马上就过来 我先去给二位期查 请稍等 好 谢谢 您好 请问您是 您好 我是你们签约的小说作者 这位应该就是社长吧 社长您好 我听说您要停了我的小说连载 这才从外地赶了回来 就是想当面问问您 这小说连载得好好的 为什么说停就停啊 这位小姐您误会了 不就是给了点赞助费吗 你们就这样啊 抱歉 这不关我们的事啊 社长 今天的这个事情 你必须给我一个说法 否则我就跟你没完 陆薄言 你怎么在这儿 我为什么不能在这里 对了 林楠杀人事件 是你写的 对啊 怎么了 我明白了 你们当初签下我 说是看中我的文笔跟才华 原来都是骗人的吧 怪不得不给我的小说做宣传 是想看我的笑话吧 陆薄言 我跟你没完 你看什么看呢 我在跟你说话呢 你赶紧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听见没有你耳朵聋啦 你怎么到现在 还是这么不讲道理啊 我不讲道理 到底是谁不讲道理啊 听了我的小说 还跟我爸一块来设计我 陆薄言我告诉你 你会后悔的 不是 我 我 我 你会 我们 你会 我 简安 可以做我女朋友吗 嗯 太好了 你们两个出来吧 记得请我吃饭啊 又输一顿饭 喂 苏简安 王帅说的话你也信啊 苏简安 该不会你脑子里装的都是脂肪吧 我说 苏简安 苏简安 怎么了 舍不得大家吗 要你快 有话快说 苏简安 直到毕业这刻起 我才敢鼓起勇气面对你 我想大声告诉你 龙博言 连你都要耍我吗 我讨厌你 怎么了 陆总 您是对我们的公司估值 不满意 不 我觉得价格非常合理 你可吓死我了 那我们五天后签投资协议 我就恭候您大驾了 陆总 您也在参加我们和苏简安这个活动 回头我让学院多给你松起套过去 不 我最近其实一直在看贵公司的一本小说 叫林南杀人事件 只不过 突然就找不到了 那是赞助方 突然要在小说页面上做活动 你看我马上交代下去 立刻恢复更新 那就先这样吧 好 好 陆总 多谢这样 不必送了 好好 那 那二位慢走啊 慢走 坐着大大 出什么事了 小说页面怎么变成内衣活动专区了 十分抱歉 小说可能要停更了 再有几个小时找不到人结婚 我就要被逼继承佳业了 你可以去公园乡亲角找个人赏婚啊 这倒是个办法 不过这是下下策 谢谢你的建议 妈 别再给我发那种照片了 行吗 我不喜欢这么妖艳的 薄言啊 那韩若曦呢 妈虽然不喜欢她 但你要真的喜欢 妈也不反对了 妈 其实呢 我就只想找一个适合结婚 适合过日子的普通女孩 妈发给你的 不都是普通女孩吗 这样吧 您如果真想找的话 去公园乡亲角吧 那儿的普通女孩肯定特别多 行 那你晚上回来陪妈吃饭啊 好的 妈 好 人都安排好了吗 都安排好了 都安排好了 定紧了 收到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你这样的白富美 找不到男朋友 就要回去继承家族几个亿的产业 真的惨哪 你就别挖哭我了 你说我该怎么办呀 能给我一份资料吗 好呀 唐阿姨 阿姨 请啊 真是女大师八辈啊 阿姨早就说过 你从小就是个美人胚子 那当然了 唐阿姨 这是我的闺蜜小夕 唐阿姨好 你好 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啊 我们 唐阿姨 你今天来这儿是不是帮自己孩子找对象的呀 是啊 是啊 我儿子打小就和简安认识 普通普通 这个普通 简安啊 单身哪 那个唐阿姨我就先走了啊 你们聊 简安 你好好陪唐阿姨聊聊 拜拜 好陪 哎呀 真是岁月催人哪 传言你和薄言都长这么大了 我还记得你们小的时候 关系是很好的吧 那个小的时候 陆薄言对我的确是挺好的 听说你大学毕业去外地工作了 阿姨都见不着你了 一块吃个饭 咱们俩聊聊天 走 我还有那个 妈 薄言 简安 你看谁来了 突然是这薄言吗 还弄谁 怎么了 不欢迎我啊 欢迎 热烈欢迎 我真的没想到你有这么瘦的一点 托你的福 就没有人愿意跟苏简安同学做同桌吗 老师 我愿意 嗯 好 好 今天的课程先讲到这儿了 同学们 下课 等一下 以后 苏简安 就是我同桌了 你们谁也不准你再欺负她 只有我能 你不说话 家伙 你不说话 来来来来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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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简安 坐下来吃饭啊 简安啊 薄言呢 这些年一直在做投资 发展得还算不错 而且也一直单身 简安啊 你觉得我们家薄言怎么样啊 挺好的 好 那我就开门见山吧 你们两个本来就是青梅竹马 而且啊 也都老大不小了 是该考虑一下个人问题了 阿姨 不好意思啊 我去接个电话 好好好 去吧 爸 这时间也太短了 您再多给我几天时间 不行 还有最后十分钟 协议生效 你呀 就给我乖乖地继承我的股份吧 赶紧回来 爸 那可是你逼我的 你又想跟我玩了一家厨总 是不是 告诉你啊 这次门都没有 爸 哪有拿自己亲生闺女的终身大事 来做威胁的 再说了我又不是嫁不出去 我是真的不想继承你的内衣公司 喂 爸 怎么办 只有十分钟了 我去哪儿找男朋友啊 就这么不想做内衣女王吗 我还以为你被人叫了这么多年 习惯了 陆薄言 你不是一直都想看我笑话吗 你现在看到了 开心了 满意了吗 我娶你 你们刚刚聊什么呢 我看你们不如走 妈 明天我们就去领证 后悔还来得及 我苏简安做事情 从来不后悔 两位离婚到左手边的第二个房间 这里是办结婚的 我们结婚 哦 户口本 你们双方是自愿结为夫妇吗 算是吧 照片有吗 好近一点嘛 微笑啊 来来来来 微笑 微笑一下啊 三二一 你 这个照片怎么这么难看 简安 爸 你们怎么来了 领结婚证这么重要的事 我能不来吗 叔叔 从今天起 要叫爸 爸 简安 嗯 快把证给爸看看 哦 呦 你看笑多浅呢 我呀一直担心你们俩 多年不见感情生分了 看来呀 这担心是多余的了 我跟薄言商量好了 我们打算 明天就把这个婚礼给办了 明天啊 明天 这结婚得好好的准备准备 再说了 这人我怎么统治啊 对啊 我们就想低调简单一些 是不是啊 薄言 那你们今晚就一起住酒店吧 我给你们开个房间 对 简安 那要听话知道吗 妈也是一片好意啊 来 嗯 环境不错 简安 来 嗯 薄言啊 来一下 帮我把这个拿一下 哦 哎 这是什么意思啊 哎呀 走生贵子的意思啊 图个喜庆 这早晚的事情忙不及啊 得多深点 别在这儿等电灯泡了 哦 我们走了啊 走了 哎 不用送了 你们忙 我不懂哎 就在这个房间里 你到底还想跑去哪儿 放开我 不然我就告诉唐阿姨 你欺负我 你想要跟我妈说 我在这个房间 欺负你是吧 你 哎呦 不好意思 我包放这儿了 哎呀 那个你们继续 打扰了 继续 继续啊 继续 哎 别太过分啊你 要怪 就怪你爸去吧 你这个叫趁人之威啊 我也忘拿包了 妈 哎 把房卡留下吧 流氓 放心吧 我对小女孩 没兴趣的 小女孩 我二十五了 你看起来像五岁啊 你才幼稚的像五岁 哦 那咱俩还真是绝配啊 你 行了 说正事吧 我娶你 不对啊 你不是跟韩若曦在一起吗 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啊 我可不想做什么小三 说老頭 如果我偷偷一块儿被人骂 是隐婚 不会有人发现的 不行 我嫁给谁也不可能嫁给你 为什么 因为 你玷污了我对文学的热爱 你在唐人文学网的试试吧 没想到你这个人这么小心眼啊 处心几率这么多年 简安 杜社长约你抽空来问学网面谈 杜 杜社长 不兴了我 我只是恰巧过去拜访她 那你为什么要这么着急结婚 难道是唐阿姨逼得紧 我跟你结婚的其实是有条件的 我就知道 刚才唐阿姨说你是做投资的 现在环境这么不好 你不会是缺钱吧 还是定计我爸的企业 我告诉你啊 别做梦 行 算了 等我没说吧 你别走啊 你真的要帮我 那说好的地道领证 我们做个约定 约法三章怎么样 行 协议我已经拟好了 你看一下 要没什么问题 就签字吧 合约期限一年 对 一年之后咱们就一别两宽 婚姻可不是儿戏 我们应该谨慎对待 一年之后谁知道会怎样 合约期间不能发生肉体接触 不能曝光干扰彼此的生活 你能做到是最好的 不能曝光彼此的关系 虽然我们低调了些 但从领结婚证那刻起 我们已经是合法夫妻了 对吧 其他我没什么问题 不过得再加一条 合约期内 不许和别的人勾三搭四 你能做到最好 对了 明天婚礼不要迟到了 就这么结婚了吗 秦家母 你说这个缘分啊 早了不行 晚了也不行 就得刚刚好 是啊 就像简安和薄言一样 这两个孩子 大小我就觉得 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终于了了我 这么多年的心愿了 快点啊 好 朱总 酒店所有工作人员 和司仪的保密协议 都已经签好了 记得告诉司仪 婚礼过程配合我 好的 小夕 我的面纱呢 结婚你戴哪门子面纱呀 快点快点 快点 啊 啊 没错我们看到新郎新娘 真是情意绵绵 此时 新郎 你可以 亲吻你的新娘了 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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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 做鞋当然要做全了 你 你 你 我 我这个闺女啊 我要是不逼她 她就不会听我话的 要不是她们要求一切从简 我一定得给她们办一场实际婚礼 你想太多了